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我的苹果这么酸呢 一点都不甜 你们两个骗我 奇怪了 怎么我们吃的苹果是甜的 但乐乐松吃的苹果是酸的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红苹果和青苹果的区别在哪儿吗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绿色的 对了 除了颜色不同以外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分为青苹果和红苹果吗 一个输的 一个没输的 当然不是啦 其实是这样的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红苹果和青苹果的区别吗 决定苹果颜色的关键就是花青素哦 当阳光照射苹果 受照射的这一边的花青素就会大量增多 如此一来 苹果像阳的这一边就会显出红色 而且苹果的颜色和糖分有密切的关系 红苹果因为日照充足 光和作用效率要比青苹果高 所以红苹果的糖分转化自然也会比青苹果的高啦 此外 苹果有智慧果和记忆果的美称 含有促进生长发育的关键元素哦 所以有句话说 一日一苹果 一生远离我 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吃苹果哦 好 哦 原来是这样 早知道 我也选一个红色的苹果好了 我认为青苹果也很好吃啊 苹果 苹果 你不喜欢的话 给我吃就好了 我 我又没说不吃 韦斯 你快点把我的皮肤挖去 好了好了 不要争了 篮子里不是还有很多吗 慢慢吃 小心吃太快会噎着哦